陆飞是从什么时候成为新时代海贼第一人的 其实就从与白团联手开始 当少年为了拯救兄长 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这个本不属于他的战场时 其他创与星还在外面看戏呢 主要是看惯了豪杰起落的老四皇 也明显十分欣赏这位 出身牛肚不怕虎的后辈 可惜在以前的剧情中 罗杰 姜克斯 陆飞坚 以草帽所象征的传承 还未被伟田老师确定 因而白狐猎只能将草帽联系到红发身上 用如今眼光来看就有点怪怪的 半观路人士教 他们不知道陆飞和白狐子详细说了什么 只看这小子居然敢和事业最强智男叫板 超新星草帽因此狠刷了一波声望 最后他本人并不在乎 总之在将海军即将提前处行艾斯的情报 告诉四皇后 陆飞纵盛一跃 马不停铁奔向战场 一队队海兵被他迅猛的香荣拳击溃 年轻人自先呐喊响车四方 本来被拖入拉锯展 白团世袭必定会因九宫不下逐渐消磨 可如今 看到连区区一心人都能一往无前 堂堂最强四皇岂能露窃 再将人妖王带领众人妖 和前期乌海圣平果断驻战 白团众人倾刻世袭大阵 四队队长乔兹令部下冲击敌阵 第十四队队长斯比多基尔身先士卒 但很多事光有决意又何用呢 月佐到来固然意外 可并不足以影响战国的整体布局 他继续调遣军队 主顾启动事先布下的手段 偏偏白团无从之想的准备到底是什么 类似这样的后手不断的剧情 后面还会出现很多次 其实这就是点让战争紧张感 意外感 远生于和之国拳战原因之一 白团课长作战 全程如履薄冰 首方海军极尽手段 总有意想不到的布局 一次次改变战局 让读者完全猜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而和之国决战 换作攻防武士有所预谋 白兽团没有什么准备了 可惜武士方本就有弱势 除了开团齐席占点先机 战术上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且主线在战前动员 人员 粮草 船队后勤等方面琢磨太多 导致整体观感冗长 在进入决战 在强者胜负决定一切战场上 前者诸多准备 又颇让人有种没有什么用的感受 回到点阳战争 作为白团无可替代的副手 马尔科和黄园缠斗不久 暂时先回到白屋子身边 他向老爹汇报战争上的异样 和艾斯吉安被提前储贤消息 按照马尔科的想法 既然时间简迫 他就该马上去支援 还被拦截在海湾处的 包括大窝蜘蛛斯库亚德等在内的 一众附属海贼团 接着所有人强攻储星台 然而江还是老的辣 白屋子心如止水 看得很透彻 他战国怎么可能会犯泄露情报 这么低级的错误 要是好不容易才打探到全蜜也就罢了 现在粤语组知道 战争上随便飞力圈马尔科也是轻易得知 海军的保密工作这么松懈吗 显然不可能 老对手你在钓什么鱼啊 已经知道结果我们自然知晓 战国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刺激白屋全部迈入港湾包围圈范围 紧接地开启歼灭计划 就算白屋子意识到蹊跷也没用 白屋子已经没有退路 落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得分两部分来看 港湾内 有全体白屋队长出手 海军且战且走 似乎已经快到无法阻拦海贼们的步伐 港湾之外 以斯库亚德为代表附属势力收到消息 迫不及待想要突入港湾 这时机灵鬼斯库亚德灵机一动 本来想从旁边小欧子留下大洞杀进前方战场 但没有想到一个意外身影圈在这里 正是陆飞等人入场时 不是在战场边缘晃荡什么的赤犬大将 阻伤降级强者老脸 赤犬耐先跟斯库亚德一番长谈 讲出这么一个阴谋论 其实点阅战人背后 是白狐子和海权交易 白狐子想要出卖43个麾下势力 以保下罗杰之子艾斯的性命 本来斯库亚德不相信的 但打又打不过赤犬 赤犬也故意不杀他 让他近后发展 趁海军将权力针对43个附属势力 而不攻击白团主团 战国这首离间计可谓釜底抽薪 直接派赤犬扰乱处于后方的白团附属势力之军心 最差效果可以增加白团撤退难度 最理想的效果或许能给白团一记 意想不到的被刺 从后来白狐子试图通过斯库亚德 指挥所有附属海贼团的行动可知 大窝蜘蛛就是43个海贼团中的大哥 所以赤犬才会专门找上他 动摇他的忠诚 且不说大窝蜘蛛心胜疑虑 开始在暗中看戏 此日前线厮杀越发百热化 大将还原化光而来 亲自挡在白团第14中对前方 双方还没有交手 陆飞正好冲到此处 主视角便丝滑切换到主角陆飞前进之路 对刚刚经历的推荐城地狱级冒险草帽小资而言 前方是一条九死一生的绝路 但一连串的侥幸 将世界见证 何为背负超绝气韵的次日带之子 场中最先和陆飞遭遇的黄元率先出手 因为在乡部地群岛时 熊出场送走草帽团 黄元事后只能随便抓了500海贼交差 导致直到点阳战争 天龙人都还在疯狂压力他 大将一边吐槽这事 一边一记不快不慢的光速梯瞄准陆飞 死亡魅眼提前诈飞少年 暂时救下草帽部位 仁妖王发誓 一定会守护好龙的儿子 呼得起眼见余光柴道有光芒闪耀 伊万科夫第一反应又是黄元 结果细看发现 监控者竟然是多年不见的熊 尖连镭射攻击 全被仁妖王轻松躲开 搞了他有点生气 就算你这样七五海立场必须出手 也没必要照老朋友发射激光吧 话音未落 熊的工艺擦了伊万科夫脑袋错过 后者还不照刀念熟蟹熊 早已沦为冰冷机器 眼下没有时间思考太多 伊万催促陆飞继续前进 这里有他暂时拖住大熊 黄元熊之后 以前草帽团遇到数次的 赞高风不敌出来拦路 陆飞满头问号 你俩谁啊 一而敌人提醒 他才记得海洋餐厅山志 暴打客人 及乌塑普老家催眠师的相关剧情 赞高都比属性一如既往 自已使出双重铁环催眠 结果先和风不敌倒下了 无奈日奈踢飞不靠谱的部下 亲自迎向陆飞 对于他 陆飞倒是有印象 毕竟阿拉巴斯坦莫尾 没力好差也被大铁棒子插缠 可能是考虑要超人系 渐渐果实的难缠 陆飞没有在日奈这里耽误一秒 马上谈掉出了上校技能范围 只求能尽快到达处心台 可说实话 这一阶段陆飞还是太能了 偏偏距在这场战中的海军 又全是来自四海 争选而说精英 草帽小子越向前阻力越大 遇到不少对手 都能憋他手忙脚乱 在靠近广场范围 早已盯上陆飞莫尼亚 再无法按捺 从地下召唤出了一些僵尸 准备进入战场 草帽团和他大本营背毁 损失了这么多年积攒影子 莫尼亚很想再用陆飞的影子 小凹子的身体 制造出一尊足够强大的僵尸 动画组原创僵尸和陆飞交手过程 但这段打斗 其实在原作中是没有的 枪射战力不高 唯一的优势 就是现场尸体很多 莫尼亚理论上 可以制造很多临时炮灰 再加上不断聚拢了海军高手 大有一口气把草帽小的堆死了石头 上方艾斯越看越着急 最初感动散去 心中只剩愧疚 在他心中 陆飞永远是需要照顾了弟弟 他过去也说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冒险 让白团同伴救援 自己已决抱歉 艾斯真的不想看到弟弟 因为兄长错误涉嫌 可现在说这些干嘛 陆飞大声回应 那些海贼规矩关我屁事 我是你弟弟啊 冲破前方 敬意不定的海军包围圈 这段不为人哲兄弟关系 从此传开 当一集年幼时劫拜的场景 为天偶尔在角落处 放下第三杯酒 为日后萨伯德登场 埋下伏笔 而回到现在 不得有激流从旁边冲刷而过 原七五海盛平 对上莫丽亚 在为陆飞扫清潜见障碍 冲一发展到这里 就连作证权绝战国 都注意到了 屡次化险唯一的陆飞 于是袁帅一边吩咐 别被个新人打乱节奏 立刻有巨汉军官 挥舞大胖上前缠斗 一边顺便公布了 陆飞的真实身份 他并不是S的亲弟弟 而是革命军领袖龙的骨肉 这则消息公布之后 说女帝毫不在意 群雄大多面露恍然 心想怪不得伊万科夫会帮他 烟鬼更是回忆起罗格镇时 荣亲自出面 帮助儿子踏上远航之旅 总之各级军官 都有了坚决铲除陆飞之心 远在相比群岛 观看直播的记者们 将这一重磅消息向世界传达 处心台上 不同于过去谈起孙子 惹事又很自豪 此刻卡普止于叹息 他对战国爆猛料 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反正陆飞都惹了一大堆事 也不差这么个龙之子的标签 不管外界如何哗然 陆飞和壮汉军官战斗一直继续 不多时 你来我往间 少年被毕业用出目前最强三弄状态 相调巨人回旋弹狂锤强敌 他以最有力的行动 最坚决的信念 喊出拯救艾瑟的宣言 从开局奋不顾身 到这里向死而生 陆飞出现持续鼓舞白团事迹 令白胡子非常满意 明确吩咐马尔克别让陆飞死掉 但有的人 凭上性命才得到四皇认可 有的人 却成了本场真人最大唐英王 他什么都不用做 就一路狂刷声望 成为紧张感拉满的战斗中 不可或缺的调剂 这些我们就留到下期再说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